北韓官方傳媒第一次發表相信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小子金正銀的近照 在北韓官方傳媒發表的照片中,坐在最前排短頭髮、身形肥半的男人相信就是金正銀 而他爸爸金正日就穿著軍服跟他隔著一個位置 北韓中央通訊社表示,這張是執政勞動黨新領導曾在平壤感受山紀念館前影的合照 被外界認為是金正日接班人的金正銀 日前獲委任為黨中央軍委副委員長,相信是為他的接班程序展開鋪牌 另外南北韓也舉行兩年來第一次軍事實務級會談 會談在板門店舉行歷時大約兩小時,雙方各派三名代表出席 南韓要求北韓為天安號事件道歉,不過遭到拒絕 雙方也沒有定定下次會面日期 ONTV東方電視記者楊亮傑報導